走進西門町的鬧區 計程車排排隊 一台兩台三台 把車子的外觀貼上了 北台灣的風景照片 也留九份平息 幫你規劃帶你去玩 計程車司機要衝 保車業績多了定內服務 我幫你訂罰 也就是我帶你們去 這樣子 到罰著 一旁大陸觀光客仔細聆聽 因為坐上計程車駕駛指定飯店 乘客住宿費馬上打折扣 駕駛也能抽成賺一筆 要簽訂住宿不定 對 住宿最重要 有三人好嗎 有 應該有 原來計程車和飯店業者 聯手賺觀光財 跑車一個月賺上4萬多 和飯店聯手一夜結盟 一個月收入變成了5萬多 難怪計程車車隊也搶工 畢竟業者資源更龐大 結合了北中南飯店100多家 舉例來說 高雄飯店過夜1萬元價2600元 乘客搭乘指定的計程車 馬上省下400多 飯店的客人用到車的話 他看到有專屬車隊 他會比較安心 客人也真的有增加 那我們推的這個活動以後 我們的業績有成長三成以上 有的採取合作互利模式 有的則是財賬抽成 車隊司機成為飯店指定轎車 多了跑車賺錢的機會 但如果個人經營計程車 通常和飯店業者私下協商 駕駛多了抽成的服務 只能說要賺過年財 計程車駕駛個個敘事待發 記得旅學號成績台北報導